中文字幕提供 開關後,香港掀起北上消費潮 除了回大陸吃飯、消遣之外 一些喜歡無邪的香港人 亦會回到內地看看寵物感 星道新素王就發現 內地寵物店,看進了香港人的商機 先看看深圳這間寵物連鎖店 有十多間分店 多數都開在香港人經常去的大商場入面 這裏寵物價格,在深圳來說算是偏高 但仍然便宜香港一大折 以鷹短貓為例,賣4000人民幣 但香港隨時過萬元 店舖中白字黑字,寫明有寵物託運服務 最快2個小時就可以把毛鞋送到香港 2、3個小時就到了 對,它發送到加1500元 那好像這樣是放在包裏的一個寵物 沒有,它開自家錢過去的 不會為那個朋友 我們的話,接過機會 會叫我們首先拍一個視頻給你 我們都是很健康,很活躍的 回到家的時候 你們也拍一個視頻給我們 如果你看到那個金銜不正常的話 你可以退回來給我們 另一位職員加入推銷 講解其他售後服務 包三分裏面 然後貓溫,所以包120元 即四個月 如果有發貓溫,你會負責嗎 是 怎樣負責呢 它說如果貓有問題,可以聯絡它們 經第三方託運公司送回深圳 再安排換貓 由於寵物價格連運費 便宜香港一半有多 難怪採訪當日 都見到有香港人去這裡選貓 深圳圓河路有一條寵物街 整條街有十幾間寵物店 一律有寵物託運到香港的服務 這個男人是香港人 自稱在深圳開寵物店十幾年 做很多香港人生意 又說封關期間 都找人開大飛送寵物到香港 開關之後 他宣稱生意好過疫情之前 這個就是我抖音 這個帳號 我專門做深圳和香港的寵物託運 我的優勢是什麼呢 五個小時之內 就必定到 回香港 我親自送到你家 你叫你放在抖音那裡 海關見到會會接你 那十幾年從來 會行正常的海關 全部行沙頭港 我不知道你有知不知道 沙頭櫃裡面一條中英街 我們就會有人 有信任 關人 香港那邊的沙頭櫃裡面 有些賣菜 拿個籃子 走到橋頭 拖著樓便走回 你問到他 沒有知不知道 我們走過深圳的寵物街 發現部分店鋪 收容無邪的環境很不理想 非常擠迫 其中一間店鋪 以托運費便宜作為招來 送到山頭國收800元 如果不要我送 就送到這個 山水湯 山公寓工程 就是800塊錢 就送到這裡 自己那裡接 部分香港人 看準內地買寵物 連運費都憑香港超過一半 加上不用親自承擔走私的風險 選擇回大陸買貓狗 有動物保護組織的代表承認 開關之後 內地走私寵物來香港 但最後棄養的情況 又多了值相 我們發現其實很多純粹貓 會被人扔出去 很多時候這些貓 如果是年輕 還有都有病的問題 我們估計這些 應該都是在國內 偷人進來香港 我們建議 如果任何人有興趣 是說持養多隻貓 或者狗的話 其實我們第一天 可能想到 會不會是領養動物 當然如果是內攤便宜貓 其實我們真的不建議 因為始終我們不知道 那隻貓的來源 是否有疾病 大家都不知道 海關回覆星島申訴 黃查詢 表示 由2020年開始到今年9月 偵破了42宗走私動物案 根據進出口條例 走私屬於嚴重罪行 日應定罪 最高可以判罰款200萬 和監禁7年 漁護署表示 任何人將活生的動物 包括貓狗進口香港 事前必須獲得 處方簽罰的特別許可證 期間動物要隔離檢疫 不少於120天 為此可以被罰款50萬元 和監禁一年 提山市民不應該購買 任何來歷不明的動物 以保障動物福利 和公眾衛生